故事一开始有一个神秘天体正在靠近地球 研究宇宙天体的满月博士和他的女儿兼助手梅叶子 看到这样的情况都有点绝望 接着画面一转我们看到 大雄又在被老师训斥了 他的棒球还是打得那么差 一回到家又被妈妈下令 赶紧收拾好自己的房间 之后受尽委屈的大雄终于喊了哆啦A梦 这基本上就是祖传开头了 今天我们来回顾 大雄的新魔界大冒险七人魔法史 大家好我是玄书 啊那个哆啦A梦这时正在看电视 大雄过来求救时不小心碰到了遥控器 电视这时播了一个彩蛋魔法少女魔美 这也是腾子F波二雄的作品 叫做超能力魔美 在动画的动画里 魔美可以利用魔法 整理房间写作业打棒球 而这一切刚好对应大雄的需求 于是大雄得出了一个结论 自己要是会魔法就好了 那所谓哆啦A梦算是什么 在整理房间的时候 哆啦A梦说 以前的魔法过于迷信 你要相信科学 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哎不好意思穿台了 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哆啦A梦石像 这种时候就要在妈妈来之前 赶紧把屋子收拾好 随后静香过来说 胖虎和小夫在空地欺负大雄的石像 这样的话目前就有两个石像 而且石像的表情看起来有点惊恐 他们暂时被放在后院 到了深夜 大雄和哆啦A梦发现 他们的石像竟然跑进房间 因为太晚了 所以哆啦A梦把石像 暂时先放到四次元口袋里面 难道刚睡下去没多久 哆啦A梦就因为肚子痛赶紧回到未来 结果一回来之后就好了 接着哆啦A梦拒绝了去保养的建议 毕竟他曾经在医院里有不好的回忆 到此石像的伏笔算是埋下了 而当哆啦A梦又回到大雄这边时 大雄想到可以用炉果电话停 让这个世界暂时变成魔法世界 不过他和哆啦A梦还是不会使用魔法 大雄是以为道具又坏掉了 结果隔天早上他们看到 漫天的飞天扫帚和飞天魔坦 魔法的世界实现了 在这个世界科学反而变成了迷信 但对大雄来说并没有改变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和真实世界是相对应的 魔法和知识一样需要学习 飞天扫帚相当于自行车 飞天魔坦相当于汽车还要考驾照 大雄连最简单的物体浮游术都不会 在这里打棒球也需要魔法 所以大雄的情况完全没有改变 也许这是在告诉我们 无论在哪个世界都应该认真学习啊 之后哆啦A梦想把世界恢复原样 而大雄是觉得至少要学会一样魔法 接着镜香就来教大雄物体浮游术 结果浮起来的是镜香的裙子 此时天空划过一颗黑色流星 镜香他们赶紧飞去树海森林查看 比他们先一步到达的是胖虎和小夫 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屎魔的攻击 危急关头是梅叶子救了他们 之后梅叶子带大家来到一座教堂 在这里满月博士变成了满月牧师 他是非常有名的魔法学学者 接着满月对魔界做了进一步说明 他在解读古代文献的时候发现 原来人类的魔法是恶魔教的 而那些恶魔是来自魔界星的外星生物 历史上魔界星好几次接近地球 像恐龙绝技诺亚方舟的故事 那些曾经足以毁灭地球生物的传说 都是魔界星接近地球所带来的影响 而现在魔界星又再次接近地球 最近频繁出现的地震也跟这个有关 然而一般人并不相信魔界星的存在 虽然梅叶子的妈妈相信 但她已经不在了 小时候妈妈为了救梅叶子 和恶魔定下契约并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件事情让满月耿耿于怀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付恶魔 根据古文献记载 5000年前有一个叫纳尼阿蒂斯的男人 他留下了一本魔界历程 上面记录着他是如何封印恶魔族的 不过因为年代久远 满月无法解读出魔界历程藏在哪里 于是哆啦A梦他们就拿出了翻译魔狱 这个东西也叫翻译蒟蒻 道具名称翻译问题大家不要纠结能用就情 吃完之后满月终于可以解读了 半晚大雄回家准备恢复世界 结果那个炉果电话亭 被妈妈当作妃嫔给送走了 哆啦A梦用完道具不回收的问题还在 那个电话亭就这样被碾碎了 于是大雄他们只能继续留在魔法世界 因为这个事情大雄和哆啦A梦还吵架了 晚上魔界派出魔女梅杜杀袭击的满月 袭击所带来的震动影响深远 从新闻中我们知道 刚才地震中心在树海森林那边 因为担心梅艾斯的安全 哆啦A梦和大雄赶紧飞去查看 过程中虽然哆啦A梦先飞走了 但他还是有留一个竹蜻蜓给大雄 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和好了 虽然每次都知道他们吵架的结果 但还是会忍不住欣慰一下 之后他们到达目的地 但是整个教堂已经不见了 缝隙中突然爬出一只老鼠 随后一只恶性恶魔攻击了他们 美叶子这时出来救援 但他的剑被使魔给打飞了 最后是哆啦A梦用闪避披风化险为夷 这里有个很明显的细节 那个老鼠带着之前美叶子的项链 而现在这个美叶子 项链上的宝石跟之前颜色不一样 所以现在这个美叶子肯定是假的 真美叶子应该被变成了老鼠 不过大雄他们并没有发现 接着假美叶子说 满月和教堂都被带去一次元空间 他希望大雄可以通过古文献 找到魔界历程并去魔界星 打败大魔王迪马王救出满月 但大雄他们表示 你突然这样发布任务 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然后那个假美叶子就走了 隔天大雄把事情跟胖虎他们说了 大家也是很纠结要不要去 此时导师过来宣布下午停课 因为超强台风要过来了 友情提醒台风天千万不要出行 好好在家里关注天气预报 最好是能够提前储备一些吃的 回到房间后大雄收到一个快递 窗户打开的时候那只老鼠刚好进来 哆啦A梦吓得赶紧丢出驱鬼斗 啊那个老鼠表示 啊最好是这样啊 快递是假美叶子寄来的古文献和信 信上他说如果自己发生意外 那接下来就拜托大雄他们了 于是大雄和哆啦A梦决定要去找美叶子 同时小夫胖虎和镜香也来了 终于救世五人组集结完毕 哆啦A梦这时戴上装饰用的魔法帽 然后他们打开任意门去找假美叶子 结果一打开之后差点被吓死 假美叶子这时正在被恶魔追 哆啦A梦赶紧拿出空气炮和其他道具 在大雄打落一个对手之后 假美叶子要找的山洞就出现了 魔戒历程就藏在那里 洞口设有对抗恶魔的姐姐 假美叶子和哆啦A梦留在外面 其他人进去拿魔戒历程 大雄不经意间开启了机关 此时洞外的恶魔突然飞走了 就在大家会合的时候 那个假美叶子抢走魔戒历程 他是梅杜杀变的一切都是在演戏 因为恶魔族无法进入山洞 所以他才骗大家帮自己拿东西 随后梅杜杀就冰封了大雄他们 一段时间后 哆啦A梦用四季徽章自救 他把大家都带回了大雄房间 胖虎这时说其实还有一卷魔戒历程 原来这东西分为上下两卷 这时之前的那只老鼠又来了 在月光下他变回了梅叶子 我们先不要纠结为什么有衣服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满月被带去魔戒星 他帮助梅叶子逃跑时被发现 所以恶魔就把梅叶子变成老鼠 随后大家决定要帮助梅叶子打败恶魔 但在月光消失后梅叶子又变成老鼠 之后为了帮哆啦A梦克服弱点 大家把梅叶子变成了猫的形态 这下哆啦A梦就爽多了 接着他们坐上飞毯前往魔戒星 这里我们再说几个设定 一个是魔法世界的宇宙是有空气的 第二个是月光之所以可以解除魔法 是因为当年纳尼亚地斯为了保护地球 他赐予了月光力量 多来梦因此想到他的那个 用来变成狼人的月光灯也会有效果 之后大家进入到飞坦内部 这里面就像宇宙飞船一样 虽然可以泡澡但没有画面了 另一边迪玛王正在叫去梅杜沙 因为他只带回了一卷魔戒历程 迪玛王此时已经发现大家的行踪 魔戒历程最重要的一卷在迪玛王这里 他已经知道如何破解月光的限制 回到梅叶子这边 他在帮静销出头时想到了自己的妈妈 小时候的梅叶子也是长发 随后他就一个人在飞坦外面沉思 细心的大雄叫他进去吃饭时 有鼓励了一下梅叶子 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桥段 大雄的谈话时间 没多久大家终于来到 被黑色火焰包围的魔戒星 进去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十秒内通过南极的火焰裂缝 着陆时那个飞坦烧坏了 同时恶魔族也发现了情况 为而不暴露行踪 哆啦A梦没有使用四季徽章 因为这样会把周围的兵融化 他还派出间谍卫星跟踪敌人 不过大家之后还是无法抵御严寒 好在大雄的幻觉提醒了哆啦A梦 他赶紧拿出相反霜 终于大家开始乐起来 新版省略了一些探险经历 大家是直接来到恶魔居住的地方 在确认了敌马王城堡的位置后 哆啦A梦拿出验鼠手套挖动过去 难而他们的间谍卫星被敌马王发现了 接着门叶子给大家分配银剑一能两只 只要用这个东西射中敌马王的心脏 就可以把他打败 随后哆啦A梦拿出月光灯和盲点星 带上盲点星就会进入对方的视觉盲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打篮球了 哦不对 我们就可以去救满月了 不过大家后面还是被敌马王给发现了 同时那个敌马王分出了几个幻影 除了大雄之外 其他几个人都丢出了一只银剑 结果肯定是没有打中 紧要关头小夫开启了月光灯 幻象消失之后 大家一起攻击了敌马王 然而即使击中了心脏部位也没有效果 随后敌马王开始攻击 关键时刻 哆啦A梦用空气泡打碎墙壁 大家也因此跑了出来 不过追兵很快就来了 于是大家约定分散跑到对面森林集合 结果路上胖虎和小夫就被抓了 因为恶魔的飞龙闻到他们的气味 逃跑过程中 每叶子还为大雄引开敌人 最后只有大雄和哆啦A梦跑出来 此时大雄开始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许愿这样的一个世界 而哆啦A梦终于想到 他们可以利用时光机回到打电话之前 于是哆啦A梦用取物皮包拿出大雄的桌子 只不过他们此时已经被梅杜杀跟踪了 在淘宝的过程中两个人被石化 一个掉进大雄家里 一个掉到空地 这就接上了开头我们看到的两个石像 而他们会移动是因为晚上见到了月光 但在进门之后月光又消失了 然后他们就被收进四次元口袋里 这里是真的很乱哦 接着哆啦A梦勉强翻了一个身 在经历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之后 跌倒专家打开了月光灯 变成狼人之后他们开始大闹 这就是一开始哆啦A梦肚子痛的原因 不过因为月光灯的效果不持久 所以他们很快又变回去了 另一边梅叶子他们都被关在一起 而梅杜杀正在执行消灭月亮魔力的任务 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哆啦梅了 因为世修跟他说哆啦A梦会肚子痛 可能跟四次元口袋有关 所以哆啦梅翻了一下备用口袋 然后他成功解救而变成石像的大雄他们 在了解完情况之后 哆啦梅拿出了自己的炉国电话亭 只要打个电话剧场版就结束了 但这样的话梅叶子他们就活不了了 此时大雄想起自己答应过梅叶子 一定会把满月救出来的 就这样他们又回去了 而恶魔这时正在准备主人制 说明下他们帽子上的星代表等级 星星越多等级越高 没多久大雄他们来了一个声东机西 哆啦梅在外面负责吸引注意 哆啦A梦和大雄进去救人 出来时哆啦A梦还碰到了恶星恶魔 不过因为哆啦A梦的帽子星星比较多 所以那个恶魔又跑了 之后大家集合前往月球去找梅杜莎 迪玛王也紧随其后 南娜大雄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在月球的背面有纳尼亚迪斯的魔法阵 梅杜莎竟然的把剑刺入法阵中心 就这样月光的魔力消失了 而那个梅杜莎竟然是梅叶子的妈妈 原来她当时和恶魔丁下契约的时候 灵魂就已经被恶魔给俘虏了 此时迪玛王和魔戒星就在不远处 而梅叶子的妈妈在临终前说出 迪玛王的心脏就是魔戒星上的月亮 他还说只要梅叶子还活着就够了 然后他就这样消失了 那么最终目标只剩一个 大家都向梅叶子伸出援手 对应标题七人魔法使出击 虽然迪玛王设下重重障碍 但多拉爱梦利用任意门 进行了可视范围内的移动 他们一下就来到魔戒星的月亮面前 现在只有大雄还剩一把银剑 在他投出去的时候 多拉美同时使用了放大灯 就这样迪玛王终于被打败了 而他的心脏也把魔戒星给毁了 接着梅叶子妈妈的项链发出一道光线 月亮上的魔法阵又复原了 然后随着片尾曲不可替代的诗响起 故事终于迎来了尾声 大家回到地球后还帮忙重建教堂 大雄告诉了梅叶子自己来自别的世界 之后梅叶子和静香有一段对话 此时的梅叶子已经解开心结 他对静香说自己还是想要留长发 接着在大家告别之后 大雄他们就把世界恢复原样 而真实世界的那个神秘天体也消失了 所以两个世界可能是相互对应的 在影片末尾大雄和多哀梦觉得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而大雄再次调皮地施展浮游术 配合拓弹起来的风 让这段故事回味无穷 这个故事是2007年的重制版 旧版是在1984年上映 他们都是改编自大长篇 《大雄在魔界当冒险》 旧版真实世界没有提到满月和梅叶子 他们只在魔法世界里出现 旧版还有出目三位大雄解释 以前关于魔法传说的剧情 对而旧版的那个实相桥段 做得确实有点恐怖 新旧两版在细节上也有所差异 旧版的电视彩蛋是小超人帕门 然后梅叶子是在一开始就被变成猫 他们坐飞毯经过月球时上面还要兔子 中途他们还在土星星晚上吃了个饭 飞毯也没有那么宽敞 在进入到魔界星的时候 旧版是在闯了三关之后才到城堡的 第一关是要穿过海洋 中途会遇到有美能鱼的小岛 那些美能鱼会用歌声吸引别人过去 而在那附近还要露石惊 因此多爱梦拿出房听OK蹦 不过他们还是听到了美能鱼的歌声 紧要关头胖虎用自己的歌声化险为宜 美能鱼和露石惊完全不是对手 第二关是不归草原 在这里很容易迷失方向 当筋疲力竭的时候就会沦为食物 走了很久之后多爱梦才想起 用道路光线做一条指引就可以了 第三关是有很多猛兽的森林 这里他们是用石头帽和照明飞弹过去的 还有旧版的梅杜莎只是个妖魔 而多拉美过来救援是因为警报机抢了 另外旧版迪马王的心脏是藏在别的星座里面 而且外形看上去更像是一颗心脏 不对这仅值就是一颗心脏 旧版最后投出迎接的是胖虎 以上这些就是新旧版的一些差别 我是全叔 我们下个视频见